農村户外常见一种野草 幼苗任劲业能当作野菜食用 不仅营养价值丰富 有很高的食用价值 被称之为长寿草 传草可以当作野生药材 价值极高 能够帮助不少人 遇见可别错过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来山里面寻找一下 中草药植物鲜鹤草 其实知道了解他人 还能当野菜食用 农村路盘草地灌从零下 都能够发现这种植物 植物学名叫龙芽草 蔷薇科龙草草鼠 多年生草本植物 中药名里面管它叫仙鹤草 需要用得到仙鹤草的人 如果不认识 从它植株外观形状来了解下 叶子护生 极树与状副叶 叶子边缘有明显的尺状 船株金叶都有白色短柔毛 地下根状金木字化成块状 有多数侧根须 花果期在每年5到10月份 碎状花絮顶身 花瓣为黄色 果实为稻软然锥形 植物名叫龙芽草 为什么又在中药里面管它叫仙鹤草 因为植株里面能够提出到 比较珍贵的仙鹤草树而给它命名 仙鹤草作为中草药 每年夏秋季节 连着地下根筋采蛙去除杂质洗干净 把它晒干之后就可以利用 仙鹤草的使用一般在冬春两季节 采集它的幼苗楞金叶或冬芽 当作非常美味的山野菜 仙鹤草主要分布在南方多省 野生资源极其丰富 知道它的用途人 不妨去了解一下 评论区都可互相交流 专业课方面可了解植物更多知识点 关注用心看农村 给大家分享更多农村生活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